大家好,我是小宁 昨天用肥肉炼了油渣 今天做了特别好吃的油渣馅包子 包子松软,馅也香 底儿不塌不露 想知道怎么拌馅和揉面的就看看来吧 300克面粉加3克酵母 搅拌均匀后用170克的常温水揉面 先将面拌成这样大朵大朵的面絮状 包子的面呢,要比馒头面软一点 是这种非常大朵的面絮 加入10克油 下手揉成面团 油可以让面的延展性变更好 而且蒸包子的时候面不吸汤汁不容易塌底 揉好醒发一个小时 现在咱们来拌馅 我用的是原白菜,洋葱和油渣碎 加上两小勺盐 再来一勺花椒粉 两大勺生抽 一勺蚝油 包子馅要想好吃 必须牺牲你娇贵的小手 给它使劲的抓匀了 把咱们馅料抓的黏糊糊的 面也醒好了 是这种丰富的蜂窝状 案板上多撒上一些干粉 把面团转移上来 给它排排气 这一步呢要多揉一会儿 揉着揉着就变成了特别光滑的面团 非常有韧性 然后把它搓成长条 下成大小相同的剂子 把剂子竖起来直接一按 沿着边给它擀成皮 中间呢要厚一点 有一个小骨肚 这样包子不容易塌底 包上一大勺馅 一手提纸 一手按 面稍微软一点 加了油以后呢 非常好提纸 当然也不能太软 否则蒸好的包子没有花纹 小包子包好了 可能没你包的好看 把它放到笼屉上 二次饧发20分钟 饧好以后开大火 蒸20分钟 出锅再焖3分钟 因为包子大 而且中间有馅料 所以一定要大火催熟 这样的包子呢才不发黏 咱们的油招馅儿 大包子就做好了 我们拿一个看一下 表皮光滑不塌馅 馅料也大 特别的香 比肉馅儿的还好吃 底部的面皮呢也是松软的 不塌底也不湿 家里还有面粉的就试试吧 我是小宁 拜拜